嗨 大家好 我是Garden 我們終於把我們二樓 打造成一個貓咪樂園 其實我們在思考這一層樓 要怎麼規劃設計的時候 除了日式風格之外 我們當然想要把牆 定得很滿 這樣讓貓可以輕鬆的跑跳 生活得比較自在 所以我們就在找合適 而且可以配合廠商 我們歡迎我們的 你為什麼發髒話 卡斯卡 我歡迎我們的大乾爹 拍拍創辦人之一 FUMI進場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拍拍的FUMI 然後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來到這邊 跟大家就是分享 即將要開幕的轉戰 我想問一下 當初怎麼會這麼大方 答應我們這個決定 當然因為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我們剛好新產品要推出 這麼這麼直接 對對對 我們就是推出新的產品 斑斑貓牆 那第二個最主要原因是 其實我們一直也都有在做公益 或是中途 然後包括您的那個 非常感謝 影片我都有看過 那如何就是餵奶貓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緣 就是如果能為流浪動物做一些事情 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們的想法是 可以讓人跟貓都生活得很舒適 那當然在這邊的貓咪 我們也希望他們可以趕快找到家 對 由你們這樣子 完全符合我們理念 再來一個掌聲 我是感謝拍拍大方的贊助 我們 OK 我們時間再往回來一點 回到我跟我配合的愛爸 皮卡 送七隻中途城貓 來我店裡的那一天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所以這次是來六 六隻 多帶一隻 OK 好他們本來就是都有相處過的 對他們都 也都是OK的 對還是你覺得哪些可以先放出來 可以直接放嗎 他們全部都可以直接放 可以自己找空間嗎 你可以幫忙 好喔 就你們幫忙這樣 好喔 我真的人貓都很親貓 我帶的都是親人親貓的 好 他要上去了 沒事沒事沒事 喔 好像尿尿是對不對 來 我來處理 他好像想要跳出去 哇哇哇 大局為重 叫做芬達 芬達是兩歲的母貓 來自南投 他曾被南投愛媽 SL name 收養到桃園 但由於對方的門窗防護不確實 而離家出走 走私好幾個月之後才被找回 已經收了一大圈 後來輾轉了送到台北的中途之家等待幸福 艾巴皮卡花了很長的時間讓他卸下心房 現在已經可摸可爆 而且可能是曾經生過小貓 芬達是一隻非常有母愛的貓咪 會幫忙照顧其他小貓 看桃水阿姆貓那外面有沒有撞 嗯 沒事沒事 好 先讓他找個地方躲 那邊其實很多空間 對 你可以先上來沒關係 他是 櫛瓜 為什麼說他這個 不想說我有抓蔥貓來嗎 怎麼會多了一隻小的 多了一隻不關 這隻一定很容易被送掉的啊 很容易送的就叫你其中 對啊 那我就當電貓好了 這位灰色賓士叫藍寶 藍寶是九個月大的公貓 來自烏來生活在一個如廢墟般的鐵皮 屋主是年脈且貧困的老太太 也由於老太太經濟結局 只能給收水跟發美食料 還好愛爸皮卡每年夏天都會上3TNR 來幫老太太協助幼補 遭到藍寶 花寶 兩兄妹 所以就決定留下來送養 藍寶特別親人 親貓 雖然妹妹花寶也是出奇乖巧 有些免疫力較差 目前仍在愛爸那邊休養 未來希望能一起任養兩兄妹的任養能優先 欸 全部都出來了 趴著走路 匍匐前進 全部都擠在這 那個門可以打開 上去了 可以可以 聰明喔 有路障就往其他方向 欸 過去了 白堤湖畔呢是叫可樂 可樂呢他是10個月大的公貓 來自南投 生活環境呢很不友善 常會有毒貓 捕獸夾 山豬吊等事件發生 於是 愛爸平凱也是非常熱心的幫忙 初期在中途之下非常的緊張 總是窩著 靠近會哈氣 但不會伸爪 在其他志工細心的照顧之下 他慢慢融入了新生活 開始會跟人玩 也會撒嬌 而且就在此時 可樂被熱養了 但可惜 熱養人最後只給可樂 兩個禮拜的時間 儘管愛爸有給很多的意見 但最後熱養人還是決定退回 所以希望未來可樂的熱養人 能夠有足夠的耐心 等待 才有甜美的故事 他的尾巴超帥的耶 麒麟尾 麒麟尾 麒麟尾騎成這樣 我跟他騎 很好笑 好厲害 我覺得除了沒在聽貓之外 他好多放鬆 黑黑 對啊 這黑像是可樂嗎 他已經不叫了 這是黑要打黑 你已經放鬆趴下來休息了 這位麒麟尾的護板叫做莎士 他是十個月大的公貓 來自苗里 他在市區的停車場艱難求生 被居民趕來趕去 有時候跳上牆面 有時候衝出馬路 當地愛媽趴到發生意外 請愛爸皮卡爸媽安置 不久就開始北漂找幸福的生活 莎士甘到室內環境有陣痛期 每天愛爸開籠整理時 都會在裡面暴走 跳來跳去 經過一段時間適應後 才願意給摸 慢慢會撒嬌 後來出籠之後也會陪睡 喜歡舔人 但有時候玩比較瘋 還會去追貓 建議這兩人是少貓家庭 或者是單貓家庭喔 他學超快的 你怎麼自己上去跟人家兇 你下來 你下來 櫛瓜 那不是你了 因為這幾天他就是睡在這個位置 你才四個月就當地頭蛇 太囂張了吧 還好當初空間規劃得非常好 貓咪適應上非常的棒 不過要把空間規劃好 那就一定要推薦一個 超高品質的貓牆給大家 拍拍的 拌拌貓牆 拌拌貓牆 是一個兼具質感及品質的 木作走道 選用簡約美型的北歐日式風格 材質防水又防刮 成板相當好清潔 而且拌拌貓牆極度穩固 最高承重力達40公斤 貓咪們跳上跳下也不搖晃 然後一定要特別推薦這個 可以替換的抓布 因為抓布上有指滑功能 讓貓能在牆上穩健行走 還有護欄配件一起搭配使用 增添更多有趣的安裝配置 最後一定要激推拍拍設計師的 專人輔導空間規劃 設計師會非常有耐心的提供 貓牆客製規劃 並與貓奴討論細節 這麼優質又兼具美感的 客製化斑斑貓牆 現在在PinkCoin木之中 超早鳥85折 木之連結在資訊欄 趕快去下單 他已經算是 哇他要睡在你身上了 超年很大 哇超級公關 他已經超自能力 他可以躺在你腿上躺 躺到躺很久 然後你看 你要把一般移走他會過來 一般移走他會過來 過來 哇靠 太扯了吧你 這隻賓士貓 叫做歐里 歐里是十個月大的公貓 來自宜蘭 大約三個月大的時候 就會被當地愛媽誘捕 愛媽年脈沒能力清訓及送養 請求愛爸皮卡接手 剛到中途之家的時候 整整一個月都在躲 隨著時間過去 歐里進步飛快 從不怕人到親人 到現在非常的黏人 他還是一隻很喜歡 跟其他貓一起睡覺的貓 只是歐里已經是我們店的最強公關 店 貓 了 歐里 看窗外 歐里 來 唉呦 好遺症喔 怎麼那麼可愛 這隻鷹短叫做飯糰 飯糰是七個月大的母貓 來自新北 他是貓友鄉愛爸皮卡 私訊求救的貓咪 對方說路邊看到一隻肚子大大的品種貓 懷疑可能是懷孕 也可能是蟲多 還說如果沒有人要 明天會要遠放 那愛爸呢 當晚趕快去接回 隔天送醫之後 發現肚子大不是蟲多 而是腹水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醫療跟住院了 但是歷經了三個月的治療跟回診 終於戰勝病毒 愛爸皮卡特別叮囑 品種貓不好顧 更何況是生病過的品種貓 希望能幫飯糰找一張可靠的長期飯票 也在因為病了而被丟出街頭 而且飯糰超級可愛 我不會掃 但是掃都掃顆粒 那比較軟就下去了 全黑的就叫大黑 大黑呢是一歲的公貓來自台中 他非常的溫馴 是徒手放進外出籠的 不過大黑比較慢熟 其他貓都已經適應室內生活了 他還躲在高處觀察四周 不過直到現在呢 在我們店內也會趁人討摸 用餐的時候也會跟客人互動 個性很好的大黑貓還在努力找家喔 因為我上來都想對我 真的 其實我那邊喊優 真的 沒事沒事 很穩 好辛苦了辛苦了 歡迎大家線上預約來店用餐 羽毛互動 並看拍拍拌拌貓牆的實體 那預約方式我就放在資訊欄囉 不過還是想特別講一下 因為像一般消費者 如果去找設計師 規劃一個貓咪的空間 要花非常多的錢跟心力 但拍拍現在募資時間 就是高品質免費規劃喔 歡迎大家去募資平台下單預約 最後也跟大家說一下 目前頻道更新狀況 這三個多月 我們團隊做了非常多事情 抵達非常多里程碑 過程也都有用相機記錄下來 但是由於太多事情一直在跑 讓我沒辦法好好坐下來剪輯影片 再請各位等我大約1到2個月 這段時間我一定會把這間店 從0到1的過程 剪成一個紀錄片上傳上來 讓這支影片變成 蜂蟲玩家最最最大的企劃 好啦先聊到這邊 我要去請貓殺啦 我是蜂蟲玩家 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記得掲描給大家 我記得掌描一會兒 我們這邊你也會幫忙